公读圣奴家福音 那时候,耶稣对那些字以为意又鄙视别人的 讲了这个比喻 有两个人想圣殿去祈祷 一个是法利塞人,另一个是瑟利 法利塞人独自站着 这样向着自己祈祷说 天主啊,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一样 勒索、不宜、奸淫 也不像这个瑟利 我每周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 那个瑟利却远远地站着 甚至不敢抬头看天 只是随着空堂说 天主啊,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吧 我告诉你们 这个人下去回家 已成为正义的了 而另一个却没有 因为凡志高的,必降为悲 但那谦卑志下的,必被高举 上主的话 上主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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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